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大家來到子頻了嗎 我看到大家已經來打招呼了 同時幫我按讚 還有把連結分享推播出去 以及大家很關心的就是 電價在今天將會拍板 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是 平均漲幅5%為基準 但是用電大戶漲價這已成定局了 不過關於這個小商家啦 或是住宅啊 你在這個用電度數700度 或是1500度以下是不會調漲的 但前提是 明年可能還會再度漲電價 那現在大家最擔心最害怕的就是 你不要又給我漲電價又給我停電 那麼另外一方面來看到 在人事安排的部分 傳出了怎麼會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居然要接國防部長 那麼第一時間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很多人眼珠都掉出來了 想說他真厲害 他一個人是全財是通財 做什麼都可以 另外一方面還有 指揮官陳時中 他未戰台北市長 他隨時準備要落跑了嗎 因為接下來的記者會呢 你可能都不見得會看得到他 神出鬼沒的 為什麼在剛剛的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發出新聞稿說 今天開始陳時中 只有在重大政策才會出席主持記者會 所以每週也不見得有固定 哪一天他會主持記者會 所以我們想要看到阿中部長呢 一切碰運氣 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那今天的這個主持記者會是 莊仁祥 好 那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翟神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徐曉昕 大家好 還有前國民黨副發言人 楊指斗 各位午安 好 那麼一開始我們來看 這是哪一 什麼樣的人事安排啊 傳出這個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呢 居然要接的是國防部長 當然很快的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們看到總統府一刻出面駁斥說 荒誕把作文當新聞 不過這個說過頭來 你會覺得我們的顧律師真的了不起 因為他的本業其實是律師嘛 好 那之前拿過金管會主委 現在又是國安會秘書長 從這個法律金融到國安 如果他真的接下來比如說 也接上接了國防部長的話 那真的是文武雙全 他什麼都可以耶 這個是還是說蔡政府沒人才啦 只剩他一人 你知道我們把這個東西分成好幾個層面 第一個 我國是不是只有法律系 畢業的人算人 經濟部也是法律系管的 內政部也是法律系管的 行政院也是法律系管的 國安會也是法律系管的 勞動部好像也是法律系管的 我們理工科是死人是不是 就是你整個國家的 所有的方向跟規劃 通通給法律系管 那這樣子是不是偏聽 偏信太嚴重了一點 我們不要把每次把大學的東西拿出來講 可是問題是這些人都是法律腦的時候 你的國家就會走向一個在文字上面 蜘蛛必教 只要文字解釋的通 通通都可以混過去 所以你的電力能源規劃不看長遠 為什麼不看長遠 這邊我們還是要講 當年核四的規劃 是在孫應璇跟他之後那個年代 為了台積電所規劃的 他們早就知道台積電耗水耗電 如果持續成長的話會需要核電 而且更重要的是核四可以增加到三個機組 甚至可以到四個機組 國家的發電核能當初的規劃是佔三成 而不是像現在一堆塔利班白痴跟你講說 我們要用天然氣 我們要用好棒棒的天然氣 結果後來發現不好意思他排出甲烷 對於大氣層的損傷更大 我覺得今天要講的是 這個政府是不是偏聽偏信到達了 不敢把專業交給專業人來管理 經濟部照說應該是一個經濟學者 勞動部好歹是一個勞工法 就算是法律專家也是一個勞工法的相對專家 那你今天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搞在單壓法律系一組 這個政府出來的結果就是很病態 就是你把經濟部押給法律系 他告訴你解決通膨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會要求大賣場設降價的特賣區 然後叫你去買 他沒有逛過大賣場 特賣專區都是大賣場銷那些自銷貨集齊品 跟自由品牌的地方 那我不要求說你經濟部長要了解 台灣的真實狀況 但是你不能夠都關在那邊 我覺得王美花的問題就是 顧力雄把他供奉得太好了 所以他肩不能提手不能擔 超市也沒去過 每次就只有一招 你問他通膨怎麼樣 就一招超市會設降價專區 然後你問他說 那我國的發電政策能源會怎麼樣 他就一招 不會缺電不漲電價 然後你又問他說 可是我們最便宜的天然氣 是跟俄羅斯買的 他說有找到比他更便宜的 對他說找到比他更便宜的時候 這個跟蔡英文的措施論文一樣 並列台灣兩大找不到的東西 你後來再也找不到了 哪裡比俄羅斯更便宜見鬼的 你去月球上開採的嗎 我跟你講他當時講了 我們就知道虎爛 結果沒想到過了幾個月之後 當時看很好笑笑話 現在變店家要漲了 真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覺得很好笑 當然還有別國更好笑 為了抵制俄羅斯 德國的經濟部長 你知道他說什麼 我現在洗澡都五分鐘洗完 因為我原來就是比較壞 因為我都很早出門 很晚回家 所以我在家不用開冷氣 省電 那所以我開不開冷氣之外 我還減少洗澡的時間 我們這樣講 連德國一個工業技術大國 都因為全球的爭鬥 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長如此無能 真是讓人家想到就牙痛 我不知道接下來 對不起講牙痛 所以我們要去爬牙 我想說 這完全要牙痛是整回事 因為跟徐巧心有關 等一下他自己會講 但這樣子更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連國防部長都要法律系 有沒有搞錯 所以以後中共入侵時候 國防部長馬上寫一個狀子 願天下英雄共討之 然後送到美國去 那請問國防部長懂調兵遣將嗎 國防部長懂整個台灣的 軍事產業發展嗎 國防部長懂這個國見國照嗎 如果你都不懂 最後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國的整個內閣組成 是不是太過偏聽偏細 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資源 壓在一個家庭上 對我這要講 因為你剛剛也把王美花Cue出來 這一對金氏夫妻 布林雄王美花 他真的是目前蔡政府裡面 最位高權重的夫妻黨 手握經濟國安大權 所以換句話說 國家大事在家裡搞定 不只喔 你記不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一件小事 那個日台交流協會 對 的那個官邸 對 是在陽明山上 對 記不記得有一次呢 這兩位呢 夫妻一起去人家官邸 你吃了個飯出來被車撞到 出車禍 對 結果我們先這樣講 這個東西跟後來的 福島的食品農產品進出一定有關係 什麼東西會需要經濟部長跟國安會 兩個人一起出席 對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什麼 夫婦連妹啦 人家招待啦 就因為你畸形的用人政策 才會出現這個狀況嘛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當時還是幸好是小插狀沒事 如果這兩個人一起被撞死了呢 你內閣是不是瞬間少了兩個重要的人 雖然以王美花的能力來講 可能死不足惜 但大家不要說我講話太過苛刻 內閣的整體組合 就跟我們以前在討論的時候 一個公司的總經理跟副總經理 不可以搭同一班班機師一樣的道理啊 你的整個同理 經濟政策跟國家安全 你都壓在一個家庭上 我們這樣講 你不要說出車禍撞死 這個太出人眉頭 如果他們兩個人離婚呢 在職場上一看到對方就討厭 那請問以後國安會的召開 是不是不要再邀經濟部部長 不好意思王美花說 那我看顧力熊就討厭 我覺得用人為親 是這個政府太過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把所有的權力都重壓在一個家庭身上 為什麼 是因為你相信他 所以顧力熊 放這個也好 放那個也好 哪裡都放 那請問其他的文官體系要怎麼歷練 你的政務官是不是能夠跟我們的事務官有交流 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找了那麼多 像是吳秀梅這種無能之輩 擔任你食藥署署長這樣子的官員的時候 難怪國家千瘡百孔 因為文官體系被破壞殆盡 我們講直接一點 你說文官體系對不對 我告訴你還不止 即便警政署長 陳嘉欽 他明年7月才到年齡 為什麼他提早退 你以為他想要去巴厘島玩嗎 不是嘛 一定是鬥爭嘛 那如果今天國家的整個治安團隊 包含了國安團隊 都有這樣顛簸不彎的潛在風險的時候 這國家的公務員 或是政務官的任用 本來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都不知道蔡英文為什麼要用他們 你講不出來 譬如說這個孤立雄 孤立雄以前想要選台北市長 有 而且大家都討厭他 所以他才去不了 最後蔡英文把他收來之後 怎麼忽然變成一個練武奇才 變成什麼都會 我這邊簡單做一個結論 就是蔡英文的政府 用人這麼偏聽偏信 你接下來可以看到 電費會漲 油價會漲 物價會漲 國家的安全 絕對沒有比較安全的時候 因為你用了不對的人 而這個不對的人 為什麼會坐在那邊 是因為你盲目的相信他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當然顧立雄是否要接國防部長 這個在第一時間總統府就出來否認 可是是說這個關於人事案的部分 只要是總統府否認的 你事後證明好像都會成真 包括了像是林志堅的部分 在5月30號的時候 這是民事報導的 傳黨中央規劃他要選桃園 當時林志堅否認 另外陳時中選台北市 6月22號中國時報報導 說這個競選辦公室都找好了 下週徵召陳時中 那民進黨發言人還在說 相關報導細數傳聞 那麼更別說了我們的菊姐 這個監察院長陳菊 當時在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記者一直在嘴文 而且這個傳言傳了很久 就說如果蔡英文當選總統 將會離開高雄入閣嗎 陳菊就說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他否認了很久很久之後 果然在隔年大概一年多後吧 他真的就是提早離開高雄7個月 進入總統府當秘書長 好那麼另外呢 更別說這個菁英部長王美花 當然啦他就是一直在被問 要不要去選 要不要去選彰化縣長啦 好那他說沒有意願 也沒被征詢啦 那我們就看吧 最後會不會成真 因為現在是說這個 民黨的彰化縣的縣長人選 好像這個提名難產 有點問題的部分 那我們到時候就往下看 好只是回到顧力雄啊 我們要講說 是說當然總統否認啦 說沒有啦沒有這件事情 怎麼接國防部長 其實是說顧力雄要接國防部長 他的這個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不是外交部長吳釗燮啊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吳釗燮感覺很想當國防部長 有沒有 他一連串的言論呢都是撈國界 好譬如說呢近期的就好 不用看久遠的 從3月份 當時呢他帶國防部長宣布 美國要對台軍售 他預告的耶 好5月19號呢 他希望這個美國 他駐台灣發展不對稱 作戰能力 6月21號共襟擾台 吳釗燮回應說 台灣絕對不會趨不惡投降 絕對不會因為中國霸凌 就放棄台灣的主權與民主 那這個是甚至一連串的 還有他接受印尼媒體訪問 再度批評北京製造區域不穩定 台灣將積極提升國防實力 所以小鑫 是不是這個人也想當國防部長啊 到底怎麼了 我先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顧力熊 他被傳出接國防部長 根本不是第一次 他在上次2020年的 11月中的時候 就在三人名單當中 就做最後的選拔 那三人有誰呢 有黃曙光 李喜明 邱國正 再加最後一個是顧力熊 總共四個人要四選一 那最後選出來的是誰呢 是邱國正 所以我覺得提前有人把這個消息傳遞出來 某種程度他可能真的是涉及他們自己民進黨內部的內鬥 把一個幾個可能的人選先放出來 看看是不是就能夠阻斷對方的試圖 所以我認為在蔡英文的心中 顧力熊接任國防部長一直都是選項 所以才會從2020年到今年已經2022年的 多次傳出的名單都有顧力熊 那我們就回到馬英九時代 當時被很多人批評叫做小圈圈用人 現在蔡英文的時代已經不是小圈圈的用人了 她是同一個家庭裡面找人 直接夫妻擋就出來了 以前馬英九政府的時代大家不太敢這麼做 通常是呢如果先生做什麼職位 那太太可能就盡可能的去隔離 可能就不入閣了 可能就是做別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關鍵的事業都不能讓你發展 免得被別人說閒話 說這個是不是有沒有利益衝突的關係 是管得非常嚴格的 可是在蔡英文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王美花做經濟部長 對親上家親 而是你以為只有這一組人嗎 沒有還有另外一組人是吳釗燮 我們剛剛講說他是外交部長對不對 他的兒子其實先前就被任命是 民進黨的黨職是做什麼的呢 跟他同職性非常高 是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所以他就是在美國這邊幫著吳釗燮 就吳釗燮是這個中央嘛 政嘛他兒子在黨嘛 黨政一起夾擊 夾擊誰呢 夾擊國民黨 所以他後來卸任了這個駐美代表之後呢 在朱立倫當時要去訪美的時候 他兒子就投書外交家 就是在幹嘛 專門批評國民黨的 所以爸爸有些事情不能做 就交給兒子來做 所以他們就是在同一家庭 找人這樣子的概念 我也很想問吳釗燮的兒子 吳迪有沒有當過兵了 如果你連兵都沒有當過 你每天誇誇而談 這麼多所謂的國防的事情 真的有人要聽你說的嗎 因為你老爸是吳釗燮 所以你投書外交家 就可以代表政府的立場嗎 還是那只是你們政黨 或是你個人的意見呢 所以在同一個家庭裡面用人 現在在蔡英文的執政格局裡面 已經跟以前馬政府不一樣 是隨隨便便 沒有爭議 反正呢 他們遇到各種的 連這種黑心快篩的 幾乎已經是閉案等級的 吳秀梅都直接跟你說 那不然怎麼辦嗎 就可以這樣子冷冷的回掉 那願意追查真相的媒體也很少 然後要不然就是動不動把別人關台 好像中天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 如果接下來真的是 由這個顧力熊接了國防部長 有兩個指標 為什麼他要用顧力熊 用顧力熊 那種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遂行 蔡英文本人的意志 因為國防部長如果是軍人的身分 知道軍人有軍人的風骨 很多是他不願意跟你幹 哪兩件事呢 第一個 我認為未來如果是由顧力熊接國防部長 我們會變成盤子國防 因為你們知道嗎 不管是在國民黨執政 或是民黨執政期間 所有的外交部長 碰到很多武器採購的事情 當然對外都是尊重總統 但是他對內在真正跟美國人 在內部會議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意見的 不管是價格或是項目上面 很多東西我們不想要 他們硬塞的時候 他們是會抗議的 巧欣你剛剛提到 如果說真的是顧力熊 當然總統府否認 顧力熊接任國防部長的話 你說會變成什麼盤子國防 盤子國防 因為現在美國一直希望台灣呢 就效法烏克蘭做不對稱的戰爭 最好就是購買像什麼智慧水雷啊 這一大堆這種很小的武器 那可能呢你希望以小博大 那他希望你買很多 其實這也不是新的觀念 在以前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跟我們的國防部 不斷推銷這一類的產品 可是我們的軍人們 就是將領們 他們其實不分藍綠都認為說 不對稱戰爭不是完全不能做 但是基本的建軍規模 仍然要有 這是我們國軍未來長遠發展的一個 很久的動力 如果你只有不對稱戰爭 那接下來你等於是把你的國防交給大國 替你做權衡決定嘛 他沒來幫你你就完蛋了 那你就只能完全的依附於其他國家 也就是美國 所以很多的軍人他們都認為 不對稱戰爭的比例 他可以是一部分 但他不可以是全部 而美國現在希望擴大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所以很多軍人不願意幹啊 所以像邱國正對於美國 他對很多本來說要軍售給我們的 有延期的有delay的有要求改品項的 他有沒有意見 他是有意見的 但換上顧力熊以後 還會有意見嗎 就沒有意見了嘛 美國要塞什麼 我們就拿什麼 說多少價格是多少價格 說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就說我們也需要 這就是未來如果顧力熊掌握了 國防部可能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叫做什麼呢 嘴炮國防 我們大家都覺得 吳釗燮很嘴炮 他取代了國防部長應該位置 如果這些話是國家的立場 應該由國防部長來發言 而不是由外交部長 吳釗燮來發言 我們都知道 他好像有點去沾越過邊了 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呢 因為像他這種話 哪是一個有軍人風骨的人想跟你玩的嘛 你覺得邱國正會跟你玩這一局 你覺得嚴德發想跟你搞這出 你覺得馮釋寬 大鵬部長會跟你玩這個 跟大陸兩邊這樣嘴炮來嘴炮去 他們才不願意 他覺得你民進黨要搞的把戲 跟我國防部無關 我國防部就是照顧好我的國軍弟兄 發展好我的國防政策 我不跟你玩那一套嘴炮的 那如果顧力熊呢 他除了嘴炮之外 他還會什麼 你要他去管國軍弟兄 他管得多好 跟他們有什麼樣同袍的感情 沒有嘛 所以他未來就可以分擔 吳釗燮肩膀上的業務 他未來來了就是 作為美國的一個棋子 然後在台灣呢 可能可以用國防部長的身份 做更多比較挑釁式的發言 玩那些我們的正職軍人 不願意去碰的那一塊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盤子國防 跟嘴炮國防就是 但是如果顧力熊接了國防部長之後的 台灣會變成的樣子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以後沒有國防 只有外交 而且沒有外交 只有美國 好 那除了顧力熊之外呢 當然也傳出有所謂的 蔡英文心中的這個夢幻內閣名單 由這個鄭文燦呢 燦哥接總府秘書長 那林佳龍接行政院副院長 那林佑昌是交通部長 陳建仁呢 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那很多人說 那指揮中心都要解散 他還接什麼呢 所以這是要為陳中解套嗎 還是說其實沒有啦 他真正是為他的下一步鋪墊 就是自在2024 好但不管怎麼樣啦 這份夢幻內閣名單呢 又被總統府打槍了 發言人張東涵說 蔡英文總統對於總統府秘書長 沒有異動打算 也沒有內閣改組的打算 各界不要再以而傳而 不過看到這樣的消息出來說 我請問直董 是不是蘇文昌其實好像真的差不多啦 小英已經開始在展開 他內閣改組的相關佈局 其實是有的 這不是空穴來風 其實夢幻內閣的名單這件事情 張敦涵並沒有大動作的駁斥 張敦涵會罵那一些 說以而傳而啊 不要就是寫作文聽故事做頭條 是針對顧綠熊當國防部長 這件事情來回罵 那針對夢幻內閣這件事情 總統府的反應沒有很多 只是否認而已 那為什麼會有 那麼多的我們網歷的 很多名單流出 那最後 雖然一開始的時候 總統府或相關的單位 是一開始否認 但最後都成真 是因為有拔草側風向的性質在 那如果說 那個鄭文燦接秘書長 然後林交通接副院長 大家沒意見 或是我們也沒有太多的 罵的這種聲音 覺得說他交通部長當不好 憑什麼當副院長 那搞不好就可以試試看 有一種那種 拔草側風向 然後掌握民情 也順便釋出 讓民眾來參考的這種性質 但是今天早上的這篇 顧綠熊的獨家 是中國時報的獨家 大家看了一下 那我自己 也去了解 大概這個 是什麼人放的 你看綠營的人 沒事放中國時報獨家幹嘛 這一篇獨家 其實是想要選2022的人放的 那應該是台北的陣營 那為什麼要放出這篇獨家 是因為 今天那個指揮中心 有一個重大的決策 陳時中以後不會常出現在 我們的記者會上 準備備贈選舉 那也是在最快7月 應該就要開始跑他的選舉行程 那陳時中現在的民調那麼差 又防疫做那麼爛 他要怎麼出場 對2022的人才是最好的安排 其實我是這樣覺得 現在的人對於我們的內閣 跟蘇貞昌 是不滿到一個極限 包含說我們的 到極限 到極限 因為2022這樣子下去的話 整個指揮中心 是拖垮民進黨的選情 以現在來看是這樣 雖然我們的疫情 逐漸在下滑 可是陳時中夠然晚 在台北 如果台北他民調起不來 或台北他真的是 大家恨死他了 或影響到他們 民進黨全台的選情 因此今天我們陳時中 當然也是想說 他要怎麼樣一個好的出場 才不會太難看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內閣 現在我們大家在傳 不管是夢幻閣員名單 或是什麼顧力雄要接 會不會有點太早 其實現在都是傳說 要換內閣的話 可能是等到我們大選結束 可是有一批 想要選2022的人 巴不得7月8月趕快改組 因為現在內閣民調太低了 王美花如果完成階段新任務 例如說他今天漲的電價 民怨四起大家會怪誰 怪王美花 怪你當初說什麼 可以買到很便宜的天然氣 怪你當初三階的時候 全力護航 不讓我們的核電重啟 不就是當初錯誤的能源政策 導致今天我們的不穩定供電 然後電價又要起來嗎 這些都是有因果關係 所以大家對於經濟部長 王美花的民怨是有增加的 對於陳時中防疫的態度 當然最近對於陳吉仲 不管是石斑 連霧也好 有沒有發現 現在2022年要選舉了 潘孟安還沒找到 他自己的作戰位置 有人說他要去新北 但是他現在很急啊 他現在也炮打陳吉仲 連周遇寇也炮打陳吉仲 這代表什麼 有一些人2022覺得陳吉仲 王美花 然後陳時中這三保 有他們在的這個內閣 不是很好選 所以需要 民進黨內部的人 也有一些聲音啊 就是說陳吉仲做那麼爛 不如讓他下台吧 所以把他們一次切掉一次換掉 會不會讓他們2022比較好選 這是他們現在正在盤算的局 陳時中 因為今天這個東西 我跟陳時中身邊 年輕人稍微聊過 很有可能是他們放的 關於中國時報這一篇 陳時中身邊人放的 顧利雄選國防部長 我們我們自己的朋友 這不要講 我不像 我不像卓冠廷會出賣這個吹哨者 就是這篇新聞 我猜就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會議上 的確有討論過很多出場的這種 組合模式 如果說今天內閣一改組 好我今天盤孟安 或者是我們的 這個鄭文燦 已經到任了嘛 他們需要有下一步的作戰位置 那如果把鄭文燦拉去 直接改組 接替蘇貞昌內閣 也許蘇內閣一換掉 民調有些微的起伏 可以讓民進黨更好選之外 陳時中也解套啦 因為他現在很明顯嘛 他不要再去參加記者會了 那他要為選舉做準備 如果他這個時候落跑 或這個時候辭職會說 你就是防疫不利才下台 但是內閣一改組 衛福部長換成這個夢幻的名單 他好像就不是為了這個 為了疫情落跑或選舉 對沒錯 就大家一起換嘛 所以最怪不到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覺得這樣子 2022可能會比較好選喔 這樣的出場可能也比較符合說 他這樣出場感覺他比較沒有事嘛 可以順勢來說 那既然內閣已經改組了 指揮中心的任務告一段落 那我就在選台北市長囉 他們現在的出場是想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有現在 一大堆夢幻內閣一大堆改組 但是都是希望 施加一點壓力給總統府那個人聽嘛 希望他不然你現在內閣要改組 不要等到大選過後嘛 讓我們這些2022要選的人好選一點嘛 選個漂亮的起手勢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一次總統府 為什麼對顧力雄這件事情 有大動作這個回擊 去批中國時報 是覺得說 不要再批我們了 我們目前就是 還沒有契約要改組 但是我覺得啦 2022這批人真的很急 他們有他們壓力 我相信總統府也有聽到 那會不會今天王美花任務完成 陳吉仲的農產品處理不好 那真的把他們換掉 我覺得就看一下網路上面的風向 好不過也就是說 一直選舉 全部都選舉搞好考量 但在選錢選錢要漲電價 好這是在今天要開會來決定 電價要怎麼漲 漲多少 好那目前看來是不是都漲定了 好那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到下一張 就是經濟部長王美花呢 之前說大話嘛 天然氣和燃煤我們找到替代貨源 新的天然氣採購合約價格 甚至比俄羅斯的合約還要便宜 可是我們看到蘇文昌怎麼講的 蘇文昌說電是大家都需要的發電原料成本 因為疫情跟戰爭翻倍成長 所以台電負擔非常沉重 換句話說是不漲不行啦 一定要漲啦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有貓膩 就是如果是照王美花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我們找到的這個天然氣採購合約價格 比俄羅斯還要便宜的話 那蘇文昌說 蘇文昌說什麼反應發電成本 那這個怎麼樣 合約便宜成本還會翻倍嗎 那所以這個直接 蘇文昌直接打臉王美花了嘛是不是 還是說這個政府要怎麼講話 其實我們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他們說 我這樣講 各位如果你很仔細的看蔡政府的用人 你就知道 是財是所 不算太誇張 為什麼 曾文昌是台電的代理董事長 那大家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著名的前科犯 你記不記得 前科犯 他有前科 我跟你保證 你應該有聽過他的前科 他的前科叫做偽造文書啦 棒吧 我們政府用那麼多更生人 而且剛好把這個更生人 放在要騙你的地方 他告訴你台電店夠用 店價不會漲 那現在咧 今罵我都不知道他講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知道 而且我絕對沒有唬爛 曾文昌如果覺得我每次罵他更生人 或者是前科犯他覺得不爽話 也可以來告我啊 因為都是真的嘛 那 我們這邊差出去講一件事情 民進黨就是 非我族類齊心必輸 但是若我兄弟 絕對給你一個好的去處 曾文昌當年就是成局的事情 公一捆 假造行程 結果被判偽造文書 一般來講 任何一個有基本道德要求 跟對前科的判斷的一個政黨 就很抱歉 不管你曾文昌再怎麼夠意思 我不會有地方讓你可以再去的 但是民進黨就是不會 民進黨就是 你當初幫我犧牲夠意思 我養你一輩子 當然沒有跟他結婚 但是他還是把他 他之前在哪裡當官 我已經有點忘了 他之前還是把他抓回來在台電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當代理董事長 你說你是曾文昌 你要不要為了黨 效死忠 效死命 不再計較 我已經不是一個清白之聲了 我已經是一個前科犯了 但因為我為成局犧牲 所以黨會時時照顧我 但是你用的這個人 就是一個前科犯啊 就是一個偽造文書的前科犯的時候 為什麼核四肺廢掉 因為這些人根本不看科學事實 當你廢掉的時候 我就直接講 說真正在那邊放什麼屁 發電原料成本翻倍成板 我直接問 右礦有翻倍嗎 核能發電所需要的右礦 有翻倍成長嗎 我告訴你根本沒有 是你這些白癡所用的 太陽能的原料 那些這個精細版 然後風力發電的結構組織 跟渦輪跟運送的費用 天然氣跟石油這些漲 但右礦完全沒漲 那請問在這個狀況之下 是你的白癡政策 導致我國的核能發電 一退再退 一減再減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要負擔電價呢 而且我這樣講 他們很會做賬 這個曾文森說 台電累積虧損到853億對不對 不對中間有一大半 400多億以上 是被中油分走 因為中油把天然氣價格 一直壓得不漲 所以他從國外買得很貴 可是賣給台電的時候 就低價 所以台電才會只虧800多億 那我覺得照這樣子講 你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一次為什麼累計要調那麼多 是因為過去八次 民進黨政府為了選舉 說不漲就不漲 其實我不反對 電價合力反應成本 但你不能每次都騙人 你每次都說不會漲 那時候四個不同意 他有沒有告訴你 漲價真用力 他沒有講啊 沒有怎麼會講啊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結果 就是因為你四個不同意 結果導致沒有核能的 電力不夠的 電網不穩的 到處缺電 到處跳電的時候 你就是要漲嘛 那你漲了 還因為你之前騙人 所以民眾覺得 怎麼忽然間跟我講說 不是說不用漲嗎 你去問問那些塔綠班 在頭四個不同意的時候 底下這一群無知的群眾 每個人都覺得不會漲價 沒有問題 廢掉核四最好 結果你看看現在 你的風力發電花了兩兆 你可以去查一下 現在發電的比例是多少 我早上看到一個數字是 萬分之四 也就是在夏天最缺電的時候 台灣海峽是沒有風的 那沒有風 然後你在進到晚上夜間的時候 六點左右 現在變成台灣的瞬間 最缺電的時候 因為太陽能忽然沒有了 因為你錯誤的偏坦政策 讓太陽能變成唯一的解決方案 而太陽能從來不該是機載電力 機載電力應該是核能跟火力發電 天然氣是被載電力 因為天然氣一點火燒起來 就可以開始運轉對不對 所以當火力發電跟核能發電 機載電力出錯的時候 天然氣馬上跟上 那結果我國就是這些智障的專家 這些讀法律系的政客 把天然氣變成了機載電力 那他把它變成機載電力之後 請問你要用什麼備載 對 核能開啟要很長的時間 要擦燃料棒 然後要核反應 要供熱 要蒸氣出來 那你把它變成備載電力 你甚至到現在 不要說備載電力 核能聯廠內的那個輕油發電機 原來是防止核電廠全黑的緊急發電機 也全面運轉 那請問哪裡擠出電來 沒有風電 太陽能又被你不停的擴張 讓你的綠油有賺 導致你的國家的能源配比 完全失蹈 全世界沒有一個自己不產天然氣的國家 會把天然氣的發電配比到50% 連自己有天然氣的國家 你去問印尼 印尼也沒有規劃到50% 是怎麼樣 我國會發現總統府地下 有天然氣的產量了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悲劇的剛開始而已 你的核電廠還要依序退役 每一個核電廠甚至連核一 其實都可以演繹的 在演繹20年40年 都不是問題 而這個政府就在騙人 核四還可以再增設基礎 甚至兩年之內 就可以跟電網並聯的時候 這個政府騙你說要五年 要七年 那你當大家白癡嗎 所有的電力都在轉向 全世界都在思考有替代火力發電的電力的時候 核能就是一個零碳排 相對低污染的發電的時候 結果你因為林義雄的面子問題 你因為蔡英文的面子問題 不敢轉回核能發電 我就問了 林義雄現在在哪裡啦 林義雄是不是在家裡吹冷氣 如果是的話不要啊 給我出來曬太陽啊 整個國家為了一兩個情緒勒索者 導致所有的科技跟技術發展倒退 民進黨怎麼對的情味來 可是他們自打臉也不是第一次 你說為了面子問題 他大不了在跟你說 時空背景不一樣 他就政策轉啦 那他知識者蠢啊 但我們不蠢啊 我們不會被這種簡單的騙數就騙 那他的知識者蠢 每次給我南票北捕 我就講那沒關係 你跳電以後優先給我跳高雄 北部人投核四 那個電發的我要自己用的 結果南部人跑來否認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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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用核四 這不是白癡嗎 結果現在跟我講說 南電不能北送 靠北勒 當年核四投票就是要北電北送啊 是不是這些白癡 不知道核四其實在北部 高雄台南一堆人給我投反對核四 幹你屁事 又不是蓋在你那邊 當初不是都講說 那核四 不然你要何能蓋你家 對啊 蓋在我家沒有錯 大新聞大爆掛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件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頻上的 5到6頻的或是小頻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